Nitia Nnam,大家好,是Mnitia Kala Sa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rmashiva上师 继续在这个视频当中跟大家分享 伯加凡哥给我的启发 就大家知道这个在马哈巴尔塔这场战争当中呢 主要的人物一个是归施纳 他是毕施奴的化身阿凡达 再有就是他的徒弟阿俊纳 这个伯加凡哥整个这本书呢 就是归施纳在教授人生的哲理 怎么去打仗呢 给这个他的徒弟阿俊纳 其中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 其实是给全人类 不管在人生的什么样的局面下 都可以去试用的 所以呢这也是这本书 为什么这么伟大这么重要 它是印度教的三大经典之一了 所以呢所有的同修 大家都应该去学习这本书 阿俊纳呢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后他战胜了这个 他是这个马哈巴尔塔这场战争的胜者 但是他也没有三头六臂 也不是一个极其不凡的人 也就是说他虽然是有一些技能 他是一个英勇善战的这样的一个战士 但是呢他的制胜呢是因为 龟师纳在背后的支持 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 其实 阿俊纳他从一开始就说 自己根本做不到这样 根本没有办法去打这场仗 他之所以能够胜了这场仗 原因呢就是因为 他第一知道自己做不到 第二他完全臣服于龟师纳 因为他知道龟师纳可以做到 其实这个就是师徒关系 也就是说人类是没有办法真正走向正午圆满 就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 我们首先要完全的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完全臣服于上师 和师父彻彻底底的一致臣服 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达到正午圆满 所以呢 其实这个整个马哈巴尔塔的故事呢 大家去看 其实它不是故事 它真正发生的历史 就是龟师纳在给这个阿俊纳超脱这样 给他liberation最终的解脱 都是上师的光辉 这个徒弟才能做得到的 所以呢这个可能对很多 认为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修行 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开悟 甚至有些人认为 我不应该去跟别人要太多 我自己有什么福报等等 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深的自我 这些都是幻象 都是阻碍自己正午圆满的这些自我 这些都要放下 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 就包括这种谦虚类型的 我不想麻烦别人 这种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首先我们要跟自己面对面的 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没有办法走向正午圆满的 靠我自己的能力 只有跟上师连接上师的光辉呢 他才能让我正午圆满 所以呢我们做任何灵性的修行 都必须要有这个灵性的背景 就是要和上师一致 而不是用自己的二元逻辑去认为 我应该怎么样 就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怎么样 这些一点都不重要 只有师父知道我们的正午圆满的路在哪里 只有和他一致 我们才能真正的开悟 所以呢我也希望所有的在灵修路上的同修 知道通过这个博家凡歌和麻巴尔塔的这场战争 看到这个现实 就是阿支那之所以可以成功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徒弟 他对自己的上师完全臣服 他才能走向最终的超脱 这个是给所有人的启发 再有呢 就是还没有拜师的同修 大家一定要拜师 这个师父呢 一定是转世化身 所以呢 大家都要来到尼夏南达大师 他作为帕尔玛西文 师婆神的转世化身 阿凡达 只有他呢 才能给我们最终的灵性 灵性的超脱 如果你在看这个频道 在收听这则消息 证明你的灵魂已经等这一天很久了 所以呢 这就是你和师父之间的师徒关系 就是你这一世的唯一存在的目的 通过和师父的连接呢 走向你的最终的政务圆满 所以如果大家呢 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你 不管能不能理解吧 如果你想要拜师呢 你要知道自己想要超脱 想要了解人生 想要走出这个业力的封锁 要和尼西亚南达大师 建立师徒关系 方法呢 就是通过参加我们的 PARMERS 我们的课程 经历师婆一级二级点画 你就是正式入门的徒弟 师父就是对你的政务圆满 负全责 所有这些细节呢 大家可以跟马开拉萨 用微信联系获取 我的微信是14595087 感谢大家 明天能等 一定要关系 我们在你课程中 在你课程中 我课程中 我课程中